钱要多啦,包包要多啦,车子要多 拥有的越多,其实只是拥有了很多很快消逝的小快乐而已 所有的加法和减法都有可能为你解决问题的 可是减法带来的快乐好像比加法多一点点 大家好,我是欣怡 上一集说书就跟大家聊到幸福感的这件事 那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呢,也可以让大家提升幸福感跟快乐的感觉 真的很厉害,我看了之后呢,也是觉得有一种开悟的感觉 那我相信说其实很多快乐的逻辑也是来自于今天要聊的这个概念叫做减法 那其实这本书要讲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 快乐的方式已经从加法变成到减法了 你看哦,物质越来越多,可是人却越来越不快乐 机会越来越多,可是更多人想躺平 所以思维就必须要改变了 唯有减法才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幸福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的 就是那些我们认为很有纪念价值的东西 比如说照片啊,明信片啊,纪念册等等 这东西堆积到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才会发现这些物品除了是哪来让我们骂灰尘子 农历新年大扫除了之后增加汗水的输出之外 它们其实已经慢慢的失去了纪念价值 如果这时候你把它们全部打包起来丢掉 就会有一种很舒坦的感觉 整个房间变得明亮了起来 我们再回想一下 当我们辛辛苦苦赚钱买到一样东西的时候 那种快乐维持了多久呢 比如第一次买到第一台iPhone 第一台Myvi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种东西有时候就像爱情一样 快则三个月 慢则半年的时间之后 我们就会觉得这些东西的新鲜感慢慢就会消失了 换句话说 这些东西能让我们获得的快乐是很短暂的 所以拥有的越多 其实只是拥有了很多很快消失的小快乐而已 没有办法持久的 如果你认同了以上所说的这种感受 我们就可以慢慢开始在生活中做减法了 减法应对无序与纷争的思维法则这本书呢 就是要调整这种阻碍我们获得幸福感的本能 这本书的作者叫做Lady Claus 是一位工程系统和环境教授 同时呢也专门研究行为科学 他提倡少即是多的前沿行为科学 Less is more 就是很前卫的行为的意思啦 那这本书呢提供了概念也提供了方法 希望大家看完这一集之后一起来练习一下 首先为什么作者会有减法的这个概念呢 故事就要从他的孩子玩Lego讲起 话说有一天作者在跟他孩子玩Lego咯 然后呢在搭建一座桥的时候 发现桥的两端的高度不一样 那作者呢就觉得很backcheck很烦 想办法呢要把比较低的那一端加高 可是同时候他又发现他孩子用了一个很简单又有效率的方法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就直接把比较高的那一端拆掉 然后用来填这个比较矮的那一端 把的动作就达成了 很多大人在解决问题的时候都习惯用加法 不习惯用减法的那先理清一下 减法跟极简主义是有分别的 极简主义比较多是讲是一种设计风格 一种化繁为减的概念 可是今天要讲的减法 主要的就是减去想做更多想得到更多的习惯 在人类的本能里面都会觉得多才是值得的才是有价值的 钱要多啦包包要多啦车子要多 包括在待人处事的部分呢我们也有这个习惯的 比如当我们想要帮弱势群体我们也觉得 哦钱捐越多就越好可以帮助越多人 我们反而很少会想办法说到底怎么样减少弱势群体 在事业上也一样尤其是企业家我们都习惯了的 工作越多就是越好的啦越忙就是越好越忙 我们就得到更多拥有的就更多生活就越好 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的呢 那再看一个实验啊作者安排了两组人 每个人得到40美元那作者就对A组说 你们可以在一天之内用40美元来买任何的东西 对B组说这40美元不能拿来买东西 只能够减少你需要做的事 比如请工人帮你减草啊收拾家里整理文件等等 过了一天之后作者再问两组人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而过得快乐 那A组就是用40块的这一组呢 他们没有什么感觉 只不过觉得用了多余的40块买了多余的东西 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快乐的 可是一冷静下来就觉得没有意义了 只有小部分人会觉得突然间多了40块 不劳而获的这种快乐 小部分人会感受到 可是B组呢却全部都表示很快乐 因为他用了40块去做减法 手上要处理的事变少了 这一天的生活变轻松了 所以实验就证明了 减法带来的快乐呢是大于加法的 作者在陆续做了几个实验 比如一组人修改文章让它变得更好 让音乐人修改乐谱 让这首歌变得更好听 作者发现有70%的人会为了让文章 或者歌曲变得更有趣更好听 都选择了加法 就增加文字和音符 只有30%的人选择了减法 就是减化文章让它更精简 或者是删掉一些音符 让它变得更干脆动人 这一部分我特别有感受 因为其实我在为了不同的案子 在收歌收音乐 无论是我自己的专辑 还是营销案子的时候 都会发现说 其实很多时候 越少音符的歌曲 其实越好听的 所以跟作者的那想法雷同 这个总结就是 所有的加法和减法 都有可能为你解决问题的 可是减法带来的快乐 好像比加法多一点点 那接下来呢 作者就整理出一套 我们都可以练习的减法 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 第一招思维反转 大作家马克吐文常说 我因为很忙 所以只能写一封 这么长的信给你 这个逻辑有点有趣哦 不是应该说 我很忙 所以我只能写 这么短的信给你吗 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你要写出一封 精简 有效沟通的信件 其实是需要更长的时间 需要更多的空间 去思考跟编辑的 这句话给我们的启发就是 我们要改变思维 我们要做减法 同时也要确保素质 那记得啊 减法的精髓不是 不经思索地剖剃一切 而是舍弃了一些东西之后 事情要变得更好 心情要更快乐才是对的 我自己最实际的感受 就是衣服越来越少 你有没有发现我拍摄 都是那几件衣 可是我其实很快乐 因为衣服一多 其实后续的搭配 没有让我更方便 而收拾也是让我更加的头疼 而且坦白说啦 大家也不会因为 我穿得怎么样 而觉得我的视频 比较好看对不对 因为我本来就这样美啊 好 做好了 思维改变 我们就去下一步第二招了 满意度达成之后再减少 意思就是 这件事你需要做到满意啊 才考虑用减法来优化它 记得是优化哦 就是已经完成了的事 我们要用减法去优化它 举个实例 我们可以练习用最少的字数 来表达最精准的讯息 比如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呢 在工作上啊 要传email给上司或同事 有时候会写到过长 然后会收到这样的feedback说 到底重点在哪里 所以 如果你可以练习一下 把你要传达的资讯 先写好写满 然后再花几分钟的时间来 编辑你的信息 让它简化一点 给自己一个挑战 最理想的情况呢 就是用三百字之内呢 就要把事情说清楚 当你习惯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 工作越来越顺畅 老板对你的笑容越来越多 你的生活也会过得越来越轻松 那在这里呢 也分享一下 就是我跟我的同事开会 也是这样子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训练 那个表达的能力嘛 就跟大家分享说 好 每个礼拜我们来分享一件事 一开始的时候呢 有些同事真的是 比较痛苦一点 可是之后呢 大家就会越讲越好 但问题是 也越讲越长了 到后面的时候 我就规定大家说 好你只能用三分钟的时间 把你的故事讲完 那结果 在这个压力的逼迫之下 大家就懂得 简化自己要讲的话 越来越准 到后面 其实我不用讲那三分钟 大家就已经可以 完整无误的 把一个精彩的故事说出来 OK来到第三招 简直激发出你的喜悦为止 就像这本书封面写的一句话 在有限的人生里 轻装上阵 什么意思呢 我这样讲好了 要怎样把一间廉价屋 住到像帮楼一样这样爽呢 最关键的就是空间嘛 只要空间足够的话 小小的木屋 也会住得很自在很舒坦的 那最简单的练习方式呢 就是从现在开始 就是看完这个视频开始啦 做视频很辛苦的 先把它看完 你看完之后 就去Google一下 现在日本最流行的 什么心花怒放整理术 或者是什么 怦然心动整理法 你一Google的话 就有很多说法出来的 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听到的 断舍离啦 因为其实整理家里的空间呢 会让我们感受到快乐的 多余的衣服包包 一时兴起的 MacDonald公仔系列等等 全部把它收纳或整理掉吧 我可以向你保证 这种减少东西的快乐哦 有时候真的比买东西还要开心 可以持久很久的 送你一句话 这句话也是我妈送我的 家里没用的东西 剩下你一个就够了 最后一招 对减法进行转换 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 人们对减少东西啊 心理效应其实有点排斥的 给大家一个例子 为什么汽车销售员 一直鼓励我们免费的test drive 就是因为到我们 开始试开试驾那台车的时候 我们会很容易 对这台车的空间产生一种 哇 我已经拥有这台车的感觉 那一旦有这种感觉呢 你就会因为 哎呀 这么我没有买 而感到遗憾 因为觉得好像失去了什么 另一个更直接的例子 就是失恋哦 每一个人失恋都是很痛 很移默的嘛 对不对 就是你觉得 我很喜欢他 我应该拥有他的 可是他现在嫁人了 每天晚上都躺在别人的怀里 我很心痛 那这时候是不是有些什么闺蜜啊 出来跟你讲说 哎 转念啦 得不到的就是错的人啦 来来来啦 林旭不要移默 转念就不移默了 虽然说 突然间失去了某样东西 无论是你觉得这台车本来是你的车 或者是这个人本来是你的人 就是其实这个移默是很正常的 而且在心理学里面 这个叫做损失厌恶 不过转念哦 其实是可以练习的 怎么做呢 就是把减法转换成 我们认为有积极意识的词语 给自己心理暗示 假设啊 我们要丢掉家里没有用的东西 有些有时候是儿童回忆啊 什么初恋的味道啊等等 如果你一直想说 哦 我要舍弃这个东西什么的话 你会听起来很消极 我们换个词 我们把它叫做整理 把食物整理一下 转换成心理的东西 比如 那风景很美啊 把它藏在我的心里 这段回忆很美啊 把它藏在我的记忆里 这些只是占据空间的相簿啊 照片啊 我就不需要了 通过这样的练习 我们就可以活出一种少计是多的生活状态 即使没有立地成佛 也可以轻松快活 Amen 哈哈哈哈 这本减法有很多很有趣的theory和实验 大家可以购买这本书来了解更多 记得这个视频下方有够书的链接 最后呢 今天在会员区呢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职场中使用的减法 那其实我真的是认为 现在大家很多时间都花在工作里面 所以工作的减法是很重要的 而这个减法呢 其实不是让你不往上爬 不是让你躺平 而是让你怎么样更专注 更LISA focus在应该专注的地方 所以我们会员区见 那记得要加入会员区哦 因为我们每一个月呢 都有额外三到四集的内容 真的是非常划算啊 如果你是使用苹果手机的话 你可以在desktop上面加入 如果你是用Android的话 可以用Android手机直接加入 我们会员区见 第二点 人际关系的减少 我们每一天接收的讯息都很多 如果我们的讯息很多 人际关系又很多的话 你会很快的没有了自己的样子 我去开2003400000 至此公里面